他这个人太自私了 凡事都想着他自己 这个家好像我一个人的一样 很多事我都和他解释过 使他太小心眼了 一直纠缠着这些事不放 他现在脾气越来越大 一点小事就大发雷停 我是因为得了假抗财这样 而且我很努力地在克制自己的脾气了 他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呢 掌声有请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邓先生33岁来自湖南工人 有请邓先生 熊女士32岁来自湖北收银员 有请熊女士有请 欢迎老妹啊 湖南人对吧 对 湖北人是吧 咋认识的呀 在一个工厂里面做诗认识的 谈了多久结的婚呢 差不多三四个月的样子吧 就是闪婚是吧 当时我们在工厂上班中午是不包吃的嘛 然后他就经常给我送饭晚上接我上下班对我很照顾嘛 我又想着他就也值得依靠 所以你就应该这样的多送几个月的饭 这就是个教训你知道吧 送三四个月后悔了吧 结了婚之后怎么样 结婚半年怀孕了 他经常手机不离手 我要看他也不给我看 我说过就是玩一下手机 看一下电子书 玩一下游戏之类的 是看电子书玩游戏吗 但不是 就是凭我的直觉 我感觉他肯定有事瞒着我 他不让我看 我就趁有一天晚上趁他不注意上厕所 我就拿了手机看了 他一些信息 什么信息 他说我把你放在最心里 我想你一些之类的 哦 那就是同事之间开玩笑 就是跟女同事可以说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吧 不是 主持人我告诉你 我问他是谁 他说是个男童子 我就感觉不对 多了个心 我就把电话号码记下来了 用我的手机打的 我打过去 一姐是个女的 然后我说你认识他吗 他说我认识啊 他说他没结婚 没有老婆 没孩子 我不可能反人就说 我有老婆了 我有孩子了 我同事问我 我肯定会跟他说 他也没问我 我肯定不可能 反人就说吧 就不高兴 我就一气之下 我就收拾东西回娘家了 回娘家他就去找我 找我以后解释 解释也没解释清楚 然后还给那个女的打电话 说说我老婆小心眼 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但是他没解释说 我当时骗你的 我有老婆 我结婚了 有孩子了 我老婆已经怀孕了 他都没有这样说 我一气之下 我都抢过手机 当时很生气 我就骂了这个女的嘛 你凭什么骂人家 那是我的同事 你真是说 为了这个事情 我把工作都换了 后来孩子 不就慢慢地生下来了吗 我就照顾他 一直照顾他 做完月子 你想表明什么 不是 我就是说 我没在那里上班了 他不是说 我跟人家玩什么 安眉之类的吗 他老是救的这个问题 那到底有没有 没有 我没有 我问一下现场的这个 就是咱们谈一个认知问题 就是一个已婚男人 给一个未婚的 自己的女同事 发一条信息 说你在我的心里 是最重要的 你们觉得这算暧昧 还是就算开玩笑 觉得算暧昧的 请站起来 来来来 觉得是暧昧的 就站起来 来 麻烦您这个 环顾四周看一下 好 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 错没错 错了 说声对不起 对不起 这事就过了嘛 好了 陈芝麻烂骨子不说了 后来呢 后来生下来孩子满月以后 那段时间 他也挺照顾我的 就是月子里面 照顾我 对 有体贴的时候 对吧 照顾我 孩子一满月 他什么都不管了 又推给我一个人 孩子满月 我要去挣钱养家呀 听明白了 就是妻子觉得 先生在自己的这个产后 虽然月子里表现得很好 但是很快就不管自己和孩子了 先生觉得我是要去挣钱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咱们这个放在这儿啊 其实很多这个年轻的家庭 都有这样的问题 不是你们一家 后来呢 孩子我一直带着 都一岁三个月了 还没断奶 跟他商量嘛 我说你跟爸妈商量一下 让他帮我带几天 我没把奶断了 他也不为我考虑 就也不跟他妈妈说 我家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妈妈那段时间 就是那个腰脚盘突出 特别严重嘛 你后来还不是他自己把奶断了 然后让我妈妈就把他带人了 我妈那个腰稍微稍微好一点 他自己把奶断了之后 稍微好一点 就把他把人带来 他去上班了 有一次我说 同事嘛 叫我们出去也是聚餐 他就大发雷霆 不依不饶 因为他平时出去玩 每天都是十一二点 几乎都一点都回来 我从来都没埋怨过他 我每一次出去 就是回来晚了 我都会打个电话 或者发掉信息给他 而且他说同事聚餐的那一次 六点钟开始吃 我心里想到 你吃四个小时 十点钟应该应该也要要吃完吧 但是到了晚上十二点半 快一点钟的样子了 我才打通电话 他给我来一句 他说他在某某某KTV 然后我就气得直接去过去 就把他拽回去了 我说你这起码的中重都没有 而且他拿着这件事情 他说我让他没面子 他就天天吵着要给我离婚 而且我妈妈 因为他去闹嘛 在一些我领导面前闹 不是跟领导有什么关系 因为领导都去嘛 因为部门里一些领导都去 聚餐都去了 这么多年也没出去玩 就玩了一次 他就不依不饶着 所以你觉得特别也去 后来 后来就是搞得也没去上班了 因为关系闹僵了嘛 跟同事也不好 也没面子了 所以刚才先生就说了 就为这个事 您跟他闹离婚是吧 后来怎么收场的呢 就又不离了呢 后面怀了二胎了 因为有了二胎又离不了了是吧 有了二胎我就想呢 可能有了两个孩子 他可能会改变一点 就给他生孩子 生老二 那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有一次炒菜闲了 他就把碗砸了 桌子都闲了 他说我本心不让他吃饭 你自己不闷心想一想吗 你那段时间 压根就是没有用心去做饭 我在外面上班 好累的回来 他不是饭今天就闲了 明天就是淡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贵的 但是我也跟他说过好多次 他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杭神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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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